大家好 這部是最接近MacBook的一部Windows機 如果我這樣遮住了我的Logo 你應該會以為是一部MacBook來的 但它不是 無論是它的外觀 它的Spec 甚至它的屏幕比例和尺寸 都是很像16寸的MacBook Pro 更加準確一點來說 我覺得它的定位 是比一些很想要MacBook 但是因為不同的一些原因 需要留在Windows的作業系統 的一些用監援 MSI比較為人熟悉 主要都是一個電競品牌 例如它們有Katana Sword Pulse 這些系列今年 都有繼續推出新的型號 而除了電競系列之外 看到它們近年另一個發展的方向 就是做一些專為Creator而設的手提電腦 例如我這些YouTuber 或者是一些繪圖師 設計師 動畫師 攝影師 Programmer 等等等等的一些內容創作者 而它們在這一方面 今年推出的最Top End的那一部 就是這一部 MSI的Creator Z16 在我手上的這一部 就是MSI 傳給我的Pre-Production Unit 即是說 裡面的一些硬件 都不是Final的出廠版本 但是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On Paper的一些Spec 以及整個的外觀 以及感覺是怎樣的 在過去其實都有不少的Windows Laptop 是有嘗試去放置一些好MacBook的美學元素 但是好老實說 沒有一部是真的給到那個Vibe 可能是它的物料 它的造工 或者Keyboard等等 但是這部就不同 一拿上手 大家就這樣看下去 是真的有那種MacBook的美學 例如是它鋁合金的機身 一個有時代感的太空灰 簡約利落的線條 低調的Logo 鮮薄的機身 不會被人覺得是很笨重 16比10的屏幕比例 還有 能否認得這個粒槽 就連它的售價 都是跟16寸的MacBook Pro 的起始價錢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當然買過MacBook的人 就知道Apple 每樣東西都要加錢 所以最生氣的數 一定不會是那兩萬多元 這個價錢很明顯 就不是給一些 Casual user 用來上課 上網 而是一些會利用到這部機 去生產內容 或者作為身材工具 的一些比較專業的創作者 所以在硬件方面 都是一些 很高端的配置 這部機有i7和i9兩個版本 香港暫時只有i7 如果你想要最高配的i9 就要等一等 兩個版本都是行最新 第11代的Intel GeForce RTX 3060的獨立顯卡 雖然不是3070或者3080 但是這部機的定位 都不是給一些 Hardcore Gamma 所以對於大部份的Creator 來講 3060應該都很夠用 16吋的屏幕 2560乘1600 QHD Plus 解釋度 色彩規格 都是現在的 標準配置 跟MacBook一樣的 16比10屏幕比 比起16比9 就上下多了位去做 120Hz 果然是MSI 這個硬件配置 在Windows的Laptop 行Intel的Laptop來講 近乎最高端 但是 如果跟MacBook去比較 那就不得不提 這一年 大家都在講的 M1 M1作為蘋果第一款 Mac系列的 核心晶片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的話 它是有不少的Benchmark 是連自家的高端產品 例如是iMac MacBook Pro 都近乎是打低賣的 有不少的評測都講過 M1的ARM架構 令到它有超強的續航能力 而效能 都仍然是非常之不俗的 就像剪片一樣 有些評測都看到 就算剪R5 剪A7S3 10bit 422的影片 都可以很流暢地做到playback 連我這一部幾萬元的PC都做不到 iMac做不到 16吋的Intel的 MacBook Pro做不到 但是新的 M1機就做到 雖然MSI這部機 是應該跟16吋的MacBook Pro 比較 而16吋的MacBook Pro 是未有M1的版本 但是已經有傳言 年底是會有高階的M1 似乎會叫做M1X 或者M2 去推出 所以在以上的前設下 為什麼要買一部 好MacBook的Windows機呢 為什麼不直接買一部 或者等一部 高階的M1的MacBook呢 第一個最簡單的原因 就算MacOS有多厲害 M1有多好用 很多人仍然是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 就像本人一樣 那麼多年來都是用Windows 在這裡我不是想 去開展一場OS戰鬥 我亦都沒有經驗和大家爭論 哪個OS是好用的 只是想帶出最簡單的一個點 那個點就是 用開Windows的人 除非Mac機是真是去到一個 很厲害很厲害的一個點 一個Tipping Point 是令到我覺得 我不轉就真是對不起自己 如果不是其實轉OS的這一回事 都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 而M1是不是真是厲害到 可以成為到那個Tipping Point呢 這件事就見仁見智 但是M1 都不是100%完美的 本身M1和Intel或者AMD比較 M1是ARM的架構 Intel和AMD 是X86的架構 ARM的架構 令到M1可以很Energy Efficient 但是 同時間其實大部分的Software 都是用X86去寫的 所以在M1上面行X86的軟件 就會出現雙容性 和穩定性的問題 就好像Joeman那條片都講過 M1上面的Premier 會出現一些 不知名的錯誤 我們包括了 Chris跟我講他使用的很多時候 那我自己親身 親眼看到他們在用 就真的現場當機給你看 就直接重開機 所以這個穩定度有一點點 很不蘋果 這個就是換架構 的一大挑戰 至於要等多久 幾次才會變得 相對穩定 小些bug呢 可以很快 又可以很慢 例如Adobe 他們的確是會推出 原生支援 M1的update 就好像Premier 都有 M1的beta版 但是 你知道 我知道 Adobe 即是X86的Premier 都這麼多bug的時候 很難想像 M1版的Premier Debug要搞多久 不如轉 Final Cut Pro 甚麼 即是為了個M1 不單要轉了作業系統 還要轉了 賺食工具 真的沒說不行 但是難 另一些原因 為何會想要一部 好像MacBook 這樣的Windows機 而不直接去買一部MacBook Connectivity MacBook其中一個為人救病的位置 就是 Port位 越來越少 13吋的M1 MacBook Pro 搞到只有兩個USB-C的接口 所以很多時候 要帶多個擴展器出外 相比 這部機 有兩個Thunderbolt 4 USB-C接口 兩個Type-A接口 和一個MicroSD卡的接口 So much better 我個人覺得如果我改的話 我會要多個HDMI 我會寧願要SD卡槽 有用很多 還有充電器的位置 其實是可以直接用Type-C 連充電器的洞都不用 OK 還有甚麼原因 Gaming 很多的遊戲都不能在Mac那裡玩 例如PUBG Call of Duty Cyberpunk 2077 如果你是bootcam去行Windows 那就另計 但那個是另一個都挺硬的 的 硬件的擴充 亦都是Windows機的一個賣點 第一代的M1最高配 都只是去到16GB RAM Intel版的16吋MacBook Pro 是可以去到64GB RAM 但是 成為 6000 這部Z16本身跟機是32GB RAM 就算我在外面市場 買多個32GB 都是 1500元 儲存容量 MacBook就算了 加多1TB要3000元 去到4TB要7500元 我自己在外面買多個 M.2的2TB SSD放在這部機 都是2500元 還未提 如果你需要更換你的硬件 或者維修的時候 如果是M.1的話 更加是一個惡夢 好像另一個YouTuber Anson Zhang 我們在Podcast 都有提到 他那部M.1的MacBook 一壞 就整塊底板 連連SSD要更換 所以 如果你用M.1的話 你Internal的東西 最好有一份Backup 我裡面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因為他要換底板 噢 那那個硬碟的東西呢 沒有 都沒有 因為底板是連連SSD 有RAM 都頗麻煩 以上都是為什麼MacBook 特別是M.1聽得很棒 但是這部好像MacBook的Windows機 都有它的賣點的一個原因 當然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個Mac user 你是覺得MacOS是很穩定 很漂亮 很user friendly等等 你都九成九不會考慮這部機 特別是由Mac Mac轉去Windows 都不會比Windows轉去Mac的 OK 這條片不是OS wall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歡MacBook的 設計美學 很喜歡Apple的設計美學 同時間因為一些不同的原因 需要一部Windows laptop的話 這部機 就變得很吸引 最後 MSI還有跟Alex 出了這個全球限量1000個的開屏器 他們傳一部Laptop給我的時候 都給買一個我的 如果你們 有機會買這一部Creator Z16的話 就記得買的時候 去redeem 都幾有收藏價值 這條片 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